大家好,我是亞當,今天很開心能為大家帶來一集新的台灣騎車日誌 那今天的影片很特別,就是我們要帶這台車來跑山 為什麼要來跑山呢?因為我看我影片下面的留言,很多人都很好奇這台電動車到底能不能夠跑山 還有很多人都在說以後北宜就是這台阿老電動車的天下 所以來到今天北宜的山下,這個彎就是我們這邊第一個上北宜的彎 那很多人都說因為這台車沒有車牌,給大家看一下,它目前還是這種電動自行車的牌照 可能今年7月就會開始立法要領牌了,那如果真的要領牌的話呢,我也會去領牌,因為我真的沒什麼在怕的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側噪音的部分,因為它是電動車,它沒有噪音,然後現在又沒有車牌 所以很多人都說以後北宜會是這台阿老電動車的天下 那很多人說我們會有很多的移工朋友來刷北宜 那以我這一兩年跑北宜的經驗呢,我幾乎沒有在身上看到這一種電動車 頂多Gogoro,可是我沒有看到這種電動車 那在網路上有沒有這個相關的影片,所以我今天就來當 第一個,如果是第一個的話我也很榮幸 所以我今天就來當第一個來測試一下我們的阿老電動車 到底能不能跑我們的北宜吧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如果要用這種電動車跑北宜的話 跑山路 我個人是覺得電量是最重要的 我這台車 充滿的時候是88伏特 然後差不多70伏特的時候就是該充電的時候了 所以因為我剛有騎一小段路過來 我們現在是87.2伏特 所以接近是滿的 那我們今天會從 我們現在三下的第一個彎 騎到我們的公車站那邊做個休息 然後來看一下還剩多少電 那我們一路上都會用一檔在騎,也是最省電的模式 因為你騎越快 這台車 耗電的越高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去實測吧 走 好的,我們現在順利的 要經過第一個彎了 那我們從這邊開始 開始上北宜的路程 我盡量都是用一檔在騎 因為他一檔差不多可以到 差不多40公里左右 那這也是以後我們北宜 規定的曲線車速的速度 所以我覺得一檔是差不多的 那剛剛我們講到這台車騎越快 越耗電了 其實他這是非常致命的一個點 因為我們知道北宜他中間有一個 Gogoro的換電站 這隻狗 開心的漫步著 我們知道Gogoro他在這邊有個換電站 所以你有時候會在北宜看到Gogoro 其實不意外,因為他們可以換電 那我們這台電動車呢 他就是要用充電的 可以看到我騎的這台電動車 其實 非常的安靜 跟我以往騎哈雷的時候 其實 感覺不太一樣 那很多人第一個疑問 就是這台車跑山到底 有沒有利 我個人是覺得 他是非常的有利的 因為我現在用一檔在騎 他這種小小的小上坡 都沒什麼問題 那何況是你用二檔或三檔在騎的話 那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那第二點很多人可能就會問說 這台到底能不能跑完整趟山 這也是我們 今天能過來實測的原因 因為 我在一台 一個電瓶沖板啊 我上次從桃園的大園那邊騎回台北 的新店 差不多是 60公里左右 我記得 然後 我那時候都是用一二檔在騎 所以我覺得保險旗艦 我抓了個50公里 最保險的 我這台車能跑50公里 就是我覺得目前 我可以抓最安全的數字 不然你騎到60沒電的話 其實 在外面真的挺麻煩的 那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你可以從 三下開始 因為本人我住在 離 北宜這邊有點遠的距離 然後 我從我家到北宜的三下 至少要 25公里 那從三下到 我們的Lane House 也差不多是20多公里左右 所以加起來也幾乎快50公里了 所以 你這樣換算下來 我又加爬山 基本上我的車在Lane House 那邊就會掛掉 所以我自己是用我一台 休旅車 把它當成我的貨車 或者拖車 把這台車拖到新店 然後再從山下出發 這樣子我比較能確保說 我可以安全的回來 好啦 那現在講完這兩點 我們就用 一檔 慢慢的路上我們的 公車站那邊的區間測速吧 好那在這邊 跟大家順便討論一個話題喔 就是最近我也收了蠻多私訊的 當然就是說 政府已經要規定這種車開始領牌了嘛 差不多是今年的7月1號會開始 那很多人都會覺得 就說這是 這是個問題啊 因為這台車的 車禍太多了 然後又沒有牌照 或是這台車在那邊闖紅燈啊什麼的 那這個議題相信大家都很關心 那我也接到有一些朋友問我說 你這台車如果要領牌 你會不會去領牌 我跟你講 當然會 因為你覺得 我真的覺得領牌 沒什麼差別 只要不違規 你有牌其實你也沒有在怕 因為我之前騎車 我哈雷 那些都有牌啊 那你覺得我在那邊 違規或是超速嗎 也沒有啊 所以如果這台車真的要領牌的話 我真的沒有在擔心 我也會當第一個去領 I don't care It's okay 我也覺得沒什麼差啦 對我來說 那 因為這種車 說真的 不是只有我在騎 有很多啊 都可能是什麼婆婆媽媽在騎啊 或者是 什麼外籍移工 他們在騎啊 那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那些外籍移工 在台灣沒辦法考駕照 那你要他們 電動車突然去領牌的話 他們領到牌了沒有駕照 啊 這樣是要怎麼騎 各位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 我是有駕照 我再領個牌 我應該是沒什麼差別啦 很多人都說 這台車 你可以買 你可以去闖紅燈啊 充那個 車速照相啊 不用等區間啊 我跟你講 如果你有這個 如果你有這個想法 你的那個騎乘觀念 就已經有偏差了 不管今天騎的是無排車 還是有排車 沒有這種奇怪的觀念 其實基本上 你的騎乘觀念 都不是好到哪裡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有人這樣子想 買一台電動車 就可以去刷杯 沒關係 今天就是給你們看一下 如果你們真的要那樣做的話 其實我也管不了大家 如果你真的要買一台電動車 來刷北移 我今天就跟你講 我還沒開始跑完整趟之前喔 你用電動車來刷北移 你絕對回不了家 為什麼 第一點 它的操控性沒有說 我們的重機或速克達那麼好 那第二點 它的電量 它的電量如果你用全力去跑北移的話 又加上坡 你基本上 你回不了家 因為它到一半就沒電了 你可能要晚上住在絕影 曬到那邊 我能蠻確定跟你講的 因為你真的跑很快的話 它絕對 很快就會沒電了 好 那現在我們就用一個 縮時模式 去前往我們的公車站區間那邊 走吧 好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我們這個 等區間這邊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 看一下我這個到底還剩多少電 好的現在我們到了區間測速這邊 我想說順便來這邊上個測速還是什麼的 可是我現在還有82.9 82.9 那從我們從參加上來 我就是86點多吧 現在到82.9 所以是有消耗一點點的 那這次有一個小 小小的一個路程 而且現在到83了 所以 差不多是耗了三福特的電 對啊 所以我只是想說 好不快吧 你怎麼不買狗肉 呵呵 因為大家都有狗狗肉 所以我想說買這個比較好玩一點點 那是相機 它是路360度的 沒有看過這台上來喔 呵呵呵 虛幅可以到多少 欸其實我沒有測過耶 對啊 應該 應該不慢啊 應該不慢 不慢啊 對啊應該不慢 我也是騎好玩的 想說來跑一下北宜啊 因為我沒有看過這種車上來 你也沒看過齁 這台車很吸睛啊 我昨天有上來啊 大家都一下都包過來一直看 很好玩喔 呵呵呵 這個充電充一次是怎麼充啊 它它的插頭在這裡 它插頭在這裡 所以你就接家裡的電就好 對它不像GoGoro可以換電池 對啊那充一次充 充到滿應該要10個小時左右 對那差不多可以騎50公里左右 OK 對呀 對呀 了解 謝謝 沒關係 騎車小心 拜拜 好啦 我現在這個電瓶秀慢慢往上83.6 呵呵呵 所以這台車只要停下來就會有 很多人 就是 歡迎大家來看一下 因為這種車在北宜 其實 其實是很少見的 好的 那在這邊等一段時間後 我差不多要開始上路了 那我們現在的電台有83.6 好啦那我現在差不多可以出發了 因為我 前陣子也看到蠻多人問我 我這種第三輪稱的拍攝視角是怎麼拍的 我是用這種 INSTA 360 ONE X2 它的360鏡頭拍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連著一個自拍桿這樣子 背出來拍就好 那它會幫你拍些很酷的畫面 如果你喜歡這個畫面的話 我 資訊欄會有這一台相機的連結 那你用那個連結買了 你可以得到一個免費的自拍桿 還有很多小禮品 嗨 那如果你喜歡這一台相機的話 你去用連結買 會有一些小禮品喔 那我們現在差不多要出發了 走 好了 我現在到我們絕影34K 這也看起來辦得蠻 盛大的喔 對 小偉搖搖搖他們的車都停在前面 還有米飛的車 那我也停在這邊以下好了 YES 其實我該 我現在騎上來還有80%的電 所以基本上來說如果你要騎這種車跑山呢 是可以的 他絕對是有利的 如果你要注意他電池的電量而已 而已 啊我的那個 那個方向燈沒有關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我們紙橫大大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有沒有看到我騎什麼車上來 超屌的 這真超屌的 呵呵呵 這次來測試一下他的電力 超快的 呵呵呵 對啊 呵呵 哎呦13N的外套 帥帥帥帥 對啊我現在這台車 大家都叫我買仿賽 像那麼多人騎仿賽 當然是要騎一點不一樣的才好玩嘛對不對 好了現在我們到 絕影這邊呢 這邊的 茶莊老闆娘 喔有夠大聲 我那茶莊老闆娘很好借我 就是在這邊充電 然後跟老闆娘說 該付的電費我還會付 所以我有買飲料 然後看老闆要收這個電費 其實他只有3000瓦的電量 所以差不多1000瓦是一度 一度現在不知道是一點多還是兩塊錢 所以我充滿整顆電池 可能要非常久 可是他的 耗電量可能就可能最多三度 三度你再垂以台幣 一度兩塊錢 可能六塊錢左右 所以如果老闆娘 就是很感謝他會讓我這樣子充電 可是我剛才跟他提收 我會付這個電費老闆娘也說不用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謝老闆娘 這樣我這裡有多一條就是多延長線 然後我的基本上充電 他就直接接在這邊 非常的好用 可是我就這樣給他放著啦 因為我現在電量差不多 我現在電量有78.9 那現在是差不多3點 我們看他充了一個小時會充到多少%吧 好的我現在充了一個小時 現在是 4點17 從剛才3點到現在 來看一下他到底充了多少 現在才81.3 所以這真的是要充非常久 老大喜不喜歡這台車 我在想要怎麼改才算 小偉 你最常跑北宜 是不是這台車你有沒有在北宜看過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第一次 我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沒人騎上來了 你只要在山路 這台用Pay的 基本上你回不了家 他是單行程 你頂多上來下不去 你頂多上來下不去 如果你真的是用 真的是用Pay的那邊一直刷的話 你真的完全回不了家 所以 有人說以後 這邊會成為阿勞的天下 我覺得基本上有點困難 不過沒關係 我們現在這邊充電 等一下就回家囉 就可以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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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